我是Alicious逢伟宗 所以有很多场戏呢 我是跟Alicious配搭嘛 所以她是外星人 所以她做的一些事情 有时候都是supernatural的 都有超能力的 所以有一场戏 她带我从地上飞到天空中 然后在天空中就遨游 然后很浪漫这样子 可是在画面看是很浪漫 因为我们就是坐在云层上 可是在实际当中呢 我们其实是坐在 a box of mirror stack boxes 然后大家其实都有点尴尬啦 可是都是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然后用我们的幻想力 去幻想我们其实住在高空中 然后非常浪漫的 好像非常享受 each artist company的感觉 搞笑是因为一个男性在生产 对不对 其实我为了这个东西 我做了蛮多的啦 就上网找了很多资料 然后就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你们懂有个app trainer吗 就绑在肚子 然后就练六块腹肌的那个 他们是用电力来练的嘛 所以那个东西 你是可以推它的级别 就是每一个级别 越高级别就越来越痛 所以我就用了那个东西 因为我想感觉到那个 contraction的抽痛 所以我就一瞬间推到了那个 maximum 然后每十秒他会抽一次 然后他抽的痛 是痛到我当场是站不起来的 所以如果是站着他一抽 我是整个人会弯下来的 我相信这场戏对他来说 会比较意义比较深刻 因为男人就在现实生活中 是不可能会生孩子的 没有就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怀孕最难想象的 就是那个痛 只要你想象不到那个痛 你就没有办法去演那个痛 所以那个对我来说 是最接近生产的痛 我能够亲自体会的一个痛 所以我就try long 然后记下那个痛的感觉 然后用它来演出来 之前我们合作过了 因为之前限量爱情 还有来自水星的男人 我们都是以姐弟恋的 那个方式去演 然后这一次呢 就要常常去提醒自己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觉得 姐弟恋不太适合我啦 老实说 可是这一部戏 他是一个外星人嘛 所以他在能力方面 或者是智慧方面 其实都是比我高很多的 所以我就要提醒自己说 他是比我大很多的 他不是一个小弟弟 可是老实说 就是他这个男生 其实他虽然只是27 28岁 可是他也挺成熟的 所以我们在拍戏 不拍戏的过程 特别是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都有闲聊嘛 如果他喜欢看的电影 或者是喜欢听的歌曲 其实都是还蛮90年代的东西 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年代的歌曲嘛 可是他都好像蛮喜欢的 然后弹了一些电影啦 他还可以跟总阳大哥 聊一些周润发早期的电影 我都没有看过的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all soul 所以不觉得说他太过幼稚啦 所以在很多方面 其实沟通方面都不是一个问题 记得收看知心人